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新鲜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语消息 小伙伴们注意了 一大波 毁灭级的 灾难级的 金融风暴 挤兑潮 将会席卷整个中国 习近平 这次真的是要彻底完蛋了 彻底脆断 彻底崩溃 最新消息 来自贵州 是炸了 贵州出大事了 一个著名的上市公司 叫做 勘察 设计研究院 贵州这边那个顶顶有名的龙头企业 紧急公告 就是干嘛 被骗了 被谁骗呢 被贵州省政府骗 哎呀 被贵州省政府 骗了好多好多钱 要起诉干嘛呢 要起诉 贵州省政府 哎 你也说的 一个贵州省的鼎鼎有名的企业 将要起诉贵州省政府 欠他钱 这个骗他钱 你那些说都是什么事呗 现在中国乱逃 简直是 里面的细节相当丰富啊 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公告 我们一起来瞧瞧看看 分析分析 就中国 地方政府 这个债务啊 那看来 几近 崩溃 这个崩溃的不是边缘 是已经崩溃啊 那是板上丁点 你看这这都是一桩 一件件的上市公司公告啊 另外一头啊 广西这边也说大事 广西的这个 城管大队呀 竟然是干嘛 关门了 啊 倒闭了啊 习近平倒闭 中南海关门 是吧 你说这什么事呗 城管也能关门 城管 也能注销营业执照 是吧 城管也能 也能这个 这个这个倒闭 你说这什么可能 是吧 听上去 你说跟跟 中国共产党 那个倒闭一下台 也没有台 他去与别了 是吧 那关键什么 那个没钱 没钱啊 所以出大事了 这个城管大队 都直接就就 收拾铺盖走人了啊 那另外一头 就是这个 中国的这个 各路的这这现在的大计划 陆陆续续全部崩溃啊 有个其中最顶顶有名的就是什么 习近平自己他家的那个什么 北交所也玩不下去了 他自己开的这个东西都都都崩溃了 你说 啊真的是完蛋了啊 那个另外一头我们 关注一下这个银行啊 银行真的越来越出状况最新有一个 挤兑的数据出来了 所以我们银行的数据方的最后啊 那我们从由浅入深啊 一个一个来看 从现象到本质啊 那先说说我们一个一个新闻来看啊 先看这个 上市公司的公告啊 贵州省一家这个上市公司叫做 勘涉股份啊 全称叫做贵州省交通规划勘查设计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就听这个名字啊啊 我们就知道这个公司也是个半国企也就是什么 现在是国企告政府是吧 你说这这有点有点太喜感了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一个勘涉股份 发出公告啊 有个20亿元的大单啊 是黄了啊 这个大单就没得做了啊 甚至呢此前向发包人支付的1.6亿元的履约保证金啊 也迟迟要不回来了 履约保证金是个啥东西 就这个勘涉研究院啊 大概就在接了一些工程啊 接了一些工程这个就要给就要证明了你这个勘涉研究院这个这个承包商啊 有什么呢 有这个资金实力啊 所以就是要教一个叫做什么呢 因为履约保证金啊 履约保证金1.6个亿元交上去了啊 要做一个21个亿元的工程 结果什么这个工程没做 履约保证金也又不回来了 哎怎么回事呢 我们那个详细的这个新闻 我们还要看一下什么项目 里面蕴含更多的信息量啊 其中6月14号晚间 呃这个刊涉股份 理对准啊 其中是准意识 承建有限公司啊这个叫承用民事尊业是保障性住房 你看保障性住房 谁的主意 习近平呢 是吧 习近平呢 好好的房地产你就让他去嘛 你就让他自己炒嘛炒炒这该炒成啥样啥样 让他随便搞是吧 那个市场爱咋搞咋搞 结果这个包子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是吧 好好的房地产搞这个房地产支撑了中国地方的中央政府 百分之七十的税收 他不是一拍脑门我们搞保障性住房就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可能 是跟跟他的俄爹学的啊 以前俄爹也可以 就习近平这个文艺啊 他 他真的很迷恋以前苏联那一套 他这个说自己这个可能是从小到大就被被教育或者是被被关关在个温室里面的花朵 哎我这样说大家不要以为开玩笑 习近平真是一个温室里面的花朵 如果这样大家去这样去理解他 是有点道理 这从从小到大他没有做过任何工作 他不需要做任何工作 从小到他他就是什么社会主义接班人啊 习近平就真正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他从小学当什么什么团支书啊 从什么少先个队长 再到当上国家主席 他一直就是做这种工作 少先队队长再到什么 找大学什么入党积极分子 从来都是做官僚工作 这个钱怎么来的啊 他没有做过一天劳动 他一直就是一种体制内的所有的公寮文账的东西 他甚至没有进行过任何劳动 所以当时特别像 每一个小学生他去植树节 一个小学生跟他样子一模一样 你就发现他其实整体的心智水平 还有那种对世界的认知 基本上停留在小学生阶段 然后他所有的经历 还有工作经验都是体制类 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建设 就这一套 所以然后他可能就从小如目染 多多少少的 他就可能就真相信共产主义理想 你要真相信共产主义理想 他就干嘛 你看他当时苏联 他就说尽无言是难而 你看我真难而 我这个习近平真男人 真男人我就保住社会主义 你看当时苏联就全部大包干 共产主义 你看保住他 这个是一个伟大的理想 可能他是真相信这一套 所以他回头他就不要搞商品房 全部保证房 大干快上 他就这么想的 就这么想的 很可能是吧 但他的老百姓他也没有对老百姓怎么样 对老百姓也很差 是吧 所以也很扭曲 人的心态就这么扭曲 他既觉得自己很伟大 然后又觉得指引人类方向 实质上他又不能给老百姓创造任何的福利 所以他就这么扭曲嘛 反正 所以他就搞了个保障性住房 但是我们就尊义是保障性住房 这玩意儿竟然是欠勘灿设计院的钱 他要告他 还有告尊义承建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也要起诉他 还有就这两个要起诉其什么呢 已经支付了这个叫尊义大健康母婴护理中心 妇女儿童医院的项目 你看有个妇女儿童医院 妇女儿童医院现在能不能干 不能干 中国你想中国从上到下什么 生育率 这个哇 现在就是广东省都不行了 尤其像尊义这种越是乡下的地方 那越是基本上就没有了 我就可以明确告诉你 因为年轻人基本上跑到城市去了 乡下其实是没有任何 市邻的这种人士的 所以我给人一种反常识 虽然中国的官方数据 我认为里面可能有造假 他老是有一种官方数据 就是说农村里面生育率比城市高 这跟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完全相反 因为实际生活经验 人年轻人应该都到城市去了 那他怎么会 这个又又又生育 又又在乡村有生育 所以这这很奇怪 是吧 但反正说一千到一万只尊义这个地方 他再搞个儿童医院 这个已经不合时宜 现在很多的俄科医院 妇产科医院 幼儿园都关张了 都关张了 所以现在在建 他也没有他的意义 也没钱 尊义已经多次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的 所以就不干了 这万一不干了 里面还有一些项目 比如彭户区的改造 那彭户区改造 也是也是就刺激法内产 也就是这个就改 那尊义这种地方已经被时代放弃了 这种地方我估计已经彻底没有任何希望 像广东省佛山市这种地方已经崩溃成这样 在大山里面的尊义 以前走红军路的地方 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想想知道要完蛋 还有什么 尊义是碧云峰生态健康城 洪武路建设建个路 你看建个路现在也没钱了 所以三个项目下来 其实1.6个亿是三个项目的钱 每一个项目就给了几千万的保证金 比如这个什么 叫做什么母婴 母婴健康中心 就医院 医院这个项目是9个亿的工程 9个亿建个医院 建个医院保证金交了七千一百万 然后棚户区改造这个工程 他说有6个亿的工程差不多 然后交4400万的保证金 来的交 然后洪武路就建个路 这个生态健康城的路 这个路6个亿啊 我去 一个路6个亿 6个亿啊 建个马路啊 反正建个马路6个亿啊 人民币 然后保证金4500万 所以这些这些钱现在就当时就就签的合同啊 是19年的时候签的了 有些合同都是 19年的时候签的合同 然后就一直叫做迟迟没有开工啊 我公司积极积极旅行承包人以及连合体签投方的职责不断跟业主方啊就对接开工的事宜 并主动为业主方融资提供便利 也就是业主方是有融资的 而且就是做了很多文件 结果就业主就是这个尊义市政府了 就这个贵州省政府了 他也融资了 最后工程也没做了 所以贵州省政府骗了两笔钱 一笔钱是这个施工方给他的押金1.6亿 然后尊义市政府又包装了一下去银行也借了钱 借了一大堆的钱之后 这些项目全部没做 这些项目全部没做 就搞成这样 所以很可怕 那中国比尊义要差的地方 那都多了去了 尊义虽然是比较穷困落后 但是好歹是绿树青山 黄土高坡那才叫做真正的绝望 所以大家打开谷歌地图 打开一个卫星云图 看一下中国地图里面黄色的部分 那都比尊义要差 起码绿色的还有个野 有点野草 有点水 有山有水 起码有水喝 起码那个山里面有些野果 那这个比尊义绝望多的地方还更多 可以这么讲 中国可以是完蛋了 完蛋了 中国可以讲70%的地方都要完蛋 有些地方没有尊义这么惨 最起码也跟尊义也差不了 或者说也走在尊义的路上 一个政府欠了这么多钱 这工程现在又不做 也没有办法解决就业 作为一个上市公司 现在 而且这个企业也是个半国企 半国企告政府 就简直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这些事情都能出现 然后上市公司现在就业没办法保障 可能要裁员 然后这个工程没做下去 也没有GDP 也没有税收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大崩溃 这就是典型大崩溃 那现在告告 而且公司明确说了 可能告不赢 我都不明白 你交钱 你现在要把钱要回来 告不赢 你说这无法理解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 还不是个例 不是个例 另外一头我们看北海 广西北海市 人民政府官网公布了 关于停止使用北海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工作证的公告 就是什么 这个城管大队 城管大队综合执法局 根据北海市机构改革方案和北海市 这个什么什么精神 这不再保留综合执法局 以后每个部门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解决 那就2024年6月10号开始 6月10号就已经开始了 停止整个城管机构 在2019年3月 回溯回过去 2019年3月份的时候 大概查了一下 这个城管大队才挂了牌 综合执法局才挂了牌 已经19年成立的机构 现在24年关门 可谓是来也冲冲 去也冲冲 去也冲冲 现在当时又是改革又是什么的 而且今年5月份就在一个月之前 北海市交通运输局还举办了 北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成立 仪式 这当时还还跟这个执法支队 这个城管 还有一个支队的成立仪式 结果6月份就把它关 也就是这地方政府现在做事 有没有一点时间表 有没有一点方向 没有 5月份还在搞什么交通局 这个一个接牌仪式 估计把经费花完 搞个仪式 搞几个小旗 是吧 所以现在 这玩意这样下去 这个国家完蛋 里面工程没法做 失业 税收 另外一头 你说这玩意 我看到这两天 李强在不是在澳洲 在新西兰吗 搞了一些经费 你看这外交部门 拉一些大红旗 遮住那些 有些在抗议 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拉类似的这些横幅 有一些人就抗议 有一些是维吾尔人 结果这个拉个大红旗 整个地 那个那个旗特大 就就把整个马路给遮住了 其实就什么意思 就把这些东西遮住 而且要安排人员 要安排这些物资 就为了什么 就为了好看 这个红旗遮住 难道就没有反对的声音了吗 作为一个政权 搞成今天这个鬼样 还有意思吗 所以而且这次 李强去澳洲 去新西兰 其实没有任何目的 仅仅有一个目的 就是阻挠澳洲和新西兰的总理 去瑞士开会 就为了这个目的 没有其他具体的目标 去了这个新西兰跟澳洲 也没有任何报道 基本上 所以真的现在这个国家 一方面又经济崩溃了 另外一个方面 又在乱花钱 又在花这些无谓的钱 我都不知道 这想干嘛 所以这个体制看上去很可怕 已经没有任何方向可言 你看 城管作为一个 深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机构 现在也是彻底关张 彻底关张 而且这个城管来讲 他容纳了一点就业 容纳了一点就业 但现在其实就揭开了这个什么呢 大规模裁测公务员 更搞笑的 这个更搞笑的是这个北海市今年公布的GDP 还是增长5.8% 到现在维持一个200万人城市的北海市 还不错啊 起码这个背山面海啊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什么北部湾大都会啊 什么什么东盟门户是吧 这个要吹起来 那个那可是吹的还不错 其实比中国很多地方都好了 北部湾这个地方 还GDP增长5.8% 什么都是增长的 你看数据看上去什么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都是增长的 但是现在要裁员啊 要政府部门要关门 我所以我我真的是看不懂我 那中国这些统计数据究竟怎么回事 就看上去这些数据全是一片乐观向上 积极向上的氛围 结果 就一地鸡毛 还有一个网友提供一条信息 就当地一个县级容媒体中心的主任 就是吃饭的时候就说出了一些真相 这个容媒体中心其实就党的宣传部差不多嘛 啊就说现在啊 这个容媒体中心呢 就地方地方电视台嘛 啊概括起来两个无效一个浪费 记者无效劳动 电视台无效转播 结果是浪费财政的资金啊 他说他所在的这个县的容媒体中心啊 有工作人员60多个人 一年工资社保大概需要800多万元 加上设备的损耗 每年需要花费财政资金1200多万 但是没有任何产出 每天播放本地新闻节目收视率几乎为零 唯一的作用就是有关人员开会调研 有摄像机跟的啊 感觉有仪式感 就就这个德行啊 啊现在从上到下就就浪费钱 他又浪费钱又搞啊 这个习近平的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北交所 现在已经全世界都传风 深圳上海交易所都快快不行了 动不动 七千个亿的交易量都没有 以前一天两万亿啊 现在还搞个北京交易所 所以习近平做事有现实感吗 没有任何现实感 他连这个中国股市早都沦为一个笑话 他竟然不知道 他又搞了个北京交易所 现在北京交易所成交量萎缩九成 根本都没人完完蛋呗 另外一头是什么 又超长期特别国债嘛 四月份啊 最新数据中国遭遇史上最大规模的银行挤兑 几对金额达到创纪录的四万亿元 一个月之内四万亿元 哪里去呢 哪里去呢 完蛋了 钱到哪里去呢 被抽干了 这边房地产 这边股市 这边罚款 这边扣车 这边和事控乱撞 所以钱到哪里去了 花光了 因为没老百姓 老百姓也被罚 这今天罚这个 明天罚这个都没有 整个国家现在是气宿一惊 完蛋了 先说这么多 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